第607章 金萌辩 唐三自己都能感受到此时的气血波动是如此的强大, 那浓烈的气血只是稍微运转就仿佛能够让周围的空气都燃烧起来似的。 前所未有的强大感觉流淌在身体的每一个角落。 他的身高也已经有接近两米的程度,身上的肌肉没有特别的隆起, 却有着极为优美的线条。 举手投足之间,都有着强大的力量仿佛要随时迸发似的。 这让他不禁想起自己曾经在神界的时候有一位一级神底名为大力神, 那位有着恨天无靶,恨地无环的恐怖力量。 现在的他,就有些那种感觉,肌肤恢复了正常人类的样子, 但只要他气血运转,皮肤表面立刻就会多出一层暗金色的光彩。 这是他所拥有的第一个超级血脉,唐三在融合之前, 本来想把这个叫做黄金笔蒙血脉的黄金蒙马加笔蒙巨兽吗? 现在却似乎有些不贴切了。 他想了又想,最终决定,就将这个烙印起名叫做金蒙变。 身体力量的极致,超过一级血脉的超级血脉,最终进化能够达到什么程度? 那自然是应该能够超过这个卫面目前最强者的程度, 这个卫面的黄者,根据唐三的感知, 那就已经是接近神界一级神底的程度了。 超过黄者,那至少也是一级神底之中的顶尖, 再强大的话,就要向神王层次去靠拢了。 唐三知道,如果让自己多诞生几种超级血脉, 未来当自己的实力恢复到神王层次的时候, 甚至有可能比曾经的时候更加强大。 家里成,回来已经有半个月的时间了, 美公子绝大多数时候都是闭门不出的。 而他获得了祖庭精英赛双料冠军的消息, 在孔雀大妖王的刻意散布下,已经传遍了全城。 一时之间,家里成各大种族的领袖都被震惊得无以复加, 孔雀妖族内部更是风起云涌。 而对于外界的一切, 美公子却像是根本就不知道似的, 只是默默地待在自己的房间之中。 看着窗外,美公子的眼神略微有些迷离, 他终究还是没有看到他面具下的真面目是什么。 他永远也忘不了最后那个时候他依旧淡定从容的样子, 似乎赴死对他来说,只是一件再简单不过又正常的事情。 他回想着自己曾经对他的不信任和怀疑, 为什么呢? 因为他对自己真的是太好了, 那是一种没有理由的好, 好到他都有些不敢接受的程度。 组停的那段时间, 每天都过得是紧张而刺激的, 每天都在飞快地提升, 每天面对强大的对手。 紧张刺激的生活深深地烙印在他的记忆之中。 但无论面对怎样的强敌, 在他身边总是有他的守护, 似乎只要是他在的时候, 他的心就能特别地安稳。 为了让自己和父亲能够相信他, 他不惜立下血世。 他对自己没有任何保留, 那血色、剑影所代表的超神器, 现在还留存在他的精神核心之中。 是在他的帮助下, 他才有了神识的雏形。 哪怕现在每天不修炼, 他的精神力都在与日俱增, 修为也在朝着神级的方向在进化着。 他带给自己的, 甚至比父亲都要更多。 可是, 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就这么走了。 他答应过自己的, 让自己在大赛结束之后看到他的真面目, 可是, 哪怕到了最后, 他依旧没有摘下面具。 他究竟是长得什么样子呢? 哥, 你知道吗? 我很想你, 一直都很想你。 我好后悔, 为什么没有早一点强烈地要求你摘下面具。 那样的话, 至少我能将你的样子烙印在我心中。 心又一次剧烈地抽痛起来, 双眸再次地湿润了。 咚咚咚, 就在这时, 敲门声响起, 美公子深吸口气, 敏紧红唇, 将泪水强行地收了回去。 请进。 门开, 一身盛装看上去脸色红润, 丝毫不像是伤重濒死的孔雀大妖王从外面走了进来。 看着女儿的样子, 孔雀大妖王轻叹一声, 道, 该是走出来的时候了。 美公子没有吭声, 只是默默地坐在那里。 孔雀大妖王来到他对面坐了下来, 我已经为你做好了各族的铺垫工作。 你知道的, 你应该振作起来。 如果他还在的话, 也一定希望能够看到一个振作而强大的你。 他费尽心力帮你赢得了大赛的胜利, 帮你提升到更强的层次。 你们就属组织的根本心愿, 不就是帮助人类有着更好的生存空间吗? 这也一定是他的心愿, 为了这个心愿, 你也应该振作。 美公子轻轻地摇摇头, 对不起, 父亲, 我不能。 我现在的心中, 没有其他的念头。 对不起, 他现在整个人的精神都是那种垮掉的状态, 他从小到大, 在孔雀妖族之中面对过无数的冷言与嘲笑, 哪怕是父亲, 在他的感觉中也始终都隔着一些什么, 妈妈对他很好, 但妈妈却似乎始终有着很重的心事。 唯有那戴着面具的他, 面具似乎是他们之间的阻隔, 可是, 除了面具之外, 他却是完全向他敞开的。 一个人肯为一个人去死, 单纯的只是这一点, 就让美公子的内心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他的脑海中满是他的身影, 在这种情况下, 他又还能做什么呢? 他毕竟还只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女孩子, 修罗的离去, 对他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孔雀大妖王叹息一声, 道, 你的心情我理解, 但是, 事已至此, 你总要向前看, 如果你想要为他做什么的话, 我都支持你, 但你自己必须要振作起来, 担负起你必须要担负的责任。 目前祖庭那边的情况还算稳定, 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都不知道。 当至少目前来看, 暂时祖庭那边不会对我们有什么行动。 你已经回来了, 你是祖庭精英赛的双料冠军, 意味着你有着振兴孔雀妖族的可能。 祖庭一向自诩公允, 所以, 他们不会再允许惊凤那个家伙 像上次那样来轻压我们。 你要做的最重要的有两件事, 一个是顺利继承我的王位, 另一个就是要为祖庭数职做准备。 想要成为主城之主, 数职非常重要, 一定要获得半数以上的妖皇支持, 才能真正坐稳这个位置, 让我们孔雀妖族有重新崛起的机会。 孔雀大妖王不厌其烦地说着, 而美公子却就只是坐在那里, 默默地听着, 却没有任何表示。 孔雀大妖王眉头紧簇, 时间不多了, 你要准备杜劫了, 只有突破到神级, 你才能顺利继承王位。 你现在这样的状态, 让我如何能够放心让你去杜劫? 美公子低着头, 依旧不开口。 孔雀大妖王站起身, 在房间之中来回踱步, 半晌之后, 他突然停下脚步, 沉声道, 难道, 你就不想为他报仇了吗? 就算你再怎么悲痛, 复仇你总是应该去做的事情吧。 美公子身体一震, 终于抬起头来, 抬头看向父亲, 眼中瞬间迸发出了刺目的光芒。 是啊, 复仇, 为兄长复仇。 作者, 唐家三少。